中国大陆去 那见了 比如说国台派主席 正式的在一个某一个会谈里面 说欢迎王主委的来访 或者是陆委会的 王一群有没有赢啊 不用谈什么 我认为他就是赢了 因为他在一个 比较正式的会谈里面 人家称他正式的官嫌 王一群有没有成果 当然有具体的成果 这就是王一群作为这一次 他的一个登陆 我觉得最重要 因为他有一些 总是有一些正式性的高度 另外就是马席会 因为当然大陆已经谈过很多次 他们可能反应很冷淡 或者说他不可能在APEX 没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王一群还是可以提 希望我们马总统 能够在APEX的时候 在上海APEX举行的时候 也能够参加APEX 王一群特别谈 我认为王一群更应该谈这个 这个才是王一群 我们赋予他的一个 就是说他的一个期待 一个政治性的参访的期待 那至于有关埋害的问题 在我们谈 谈就是一些寒暄 或者在交流意见的时候 谈到这个东西 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把它变成一个 好像具体 这个是他一个重要的任务的话 那我刚才一开始 我说这个为什么 我说交给林中生就好了 因为过去我们有关于 比较这个政治敏感度 比较低的事务性 民生性 经贸性的议题 过去海基海协会 两边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而且谈成功很多的协议 说实在对台湾有没有帮助 有很多也非常有帮助 这个部分就交给我们环保署 还有交给我们海基海蝎 好 来做这样事务性的谈判 所以刚才像史大佬讲说 这个监测机制的交换 我认为老共 中国大陆为什么不答应 有什么好不答应 那个什么机密 好 但是像刚才 明凤讲说 我们讲假如说让王一群说 你要赔我们钱 我真的是觉得千万不要 你这是在干什么好 要去跟人家要钱要账 那个我觉得很难看 而且你现在应该想 当然老共也不会因此就说 我给你空屋费 我空屋费基金给你 那我们像样子吗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不适合的 所以我刚才讲说 王一群这次出去 他有层次的 寒暄性的表达台湾 人民关切性议题 埋害的问题 当然大家关心可以谈 但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至于他的成就 如果定位在说 是埋害的问题的话 即便他回来 大家也不会觉得 这是一个成功的参访 这样就会把他的这个 这个参访的形成意义搞 漏掉了 所以宏卫的意思是说 他去的话 王主委去的话 他有他一个主任务 这主任务可能还是政治性的 包括他以关险 登陆 而且这个附带的关心是 是 是 是一个可以 他应该带去 台湾 人民关切 现在 就是说 要当作具体的议题 当具体的议题 当然是不大可能 因为这次 这是去马主 马总统有说 需要谈办事处 互设办事处 跟人道探视的问题 这也是低层次 这也是两会就可以谈的事情 那就是因为谈不下来 所以才请 就是说这个 王主委去的时候 就顺便谈一下 那你埋害解除 请中共解除 当然不至于就说要求你赔偿 这只是开玩笑的 但是问题是说你要给他施压 王主委在那里开玩笑 就是说韩国人真的是给他 我们防治费你要赔偿 那是国际的 那当然就是说 中共会觉得说你台湾是不是干涉了 就是会有人会觉得是干涉了内政 但是问题是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政治性上面 加这个议题上面是有加分的效果 但是主调还是还是政治方面的 这绝对跑不掉的了 那你自己说什么马席会 这个马席会在马总统在任期之内 在国际上面会面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 这个根本就空间是假议题啊 除非就是说你卸任之后 在这某些地方才有可能 你这个国际上面 这个我跟你讲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只是说现在中共对你 你问我请问一下 我们要不要做一些宣誓 不可能然后我们就不讲吗 你赞成这样子吗 因为老公说不可能 所以我们就不敢讲 你赞成这样子吗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讲啊 你讲啊 我没有什么意见啊 如果你要讲的话 我们应不应该说嘛 对 你可以说啊 你在刚刚说说过了吗 要不要表述跟表态的部分 从大陆本身 怎么去看 在美西大学研究院提出来就是 他们的美西有很多层 甚至四分之一的污染 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埋害 那我想问沈大佬 如果说国际的部分的话 对中国大陆有什么着力点吗 就是说埋害的问题 我们刚刚看 刚刚你讲的形成的成因 那当然美国那个 一个所谓消费需求端 也是那个角色之一 但是已经造成埋害 这个实际结果的话 各国对大陆的话 可以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要求他去做一些改变吗 你刚才提的那份报告 是一个三个国家的合作 其中还包括中国的 北京大学的教授在内 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 就没有政治偏见的一个报告 那这个事实也没有人否认啊 那就是说现在这个 在中国大陆产生的这些污染物 有四分之一是为了美国的消费 所以如果你美国人 不消费我的东西的话 我这污染物可以下降四分之一 这四分之一很好记哦 那劳美那边呢 他的污染的东西 也是有四分之一来自中国大陆 这个四分之一是很巧合的 所以就美国的总体的 空中的污染物来讲的话 其实对他来讲 这是没有还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他本地的这个汽车啊 本地的工厂的那个成分 还比例上还来得比较高 不过劳美这种东西是不饶你的啦 就是说你的人权 我一定要每次都要跟你谈人权 那这个东西 他问题是你占你 他当然也不会轻易的饶过对方 但是当然就是会变成 每一次大家在一起的时候的一个议题 你看人权讲几年啦 人权讲几十年啦 他根本就跟你敷衍 他说我的国家的事情你可以讲 但是你不要管太多 所以老共大概会感觉到这种 那这也是他形成总体压力的一部分 是 谢组长您看到的就是 在所谓蛮害这个问题的 扩散的过程当中的话 其他国家对中国大陆在互动上 他们有什么一些要求 刚刚敏峰有提到 南韩好像有一些环保防治费用要求 他有点赔偿的意思要他来分担 那其他国家有没有立场跟有没有立基 跟提出了对大陆提出什么样的一些要求吗 其实目前来看 我们大概还是在于合作机制上 我们知道大陆还有日本跟韩国 他们有一个例行性的 年度的环境部部长会议 那么最近的就会把这个 买害这个议题列出进去讨论 那当然这个部分还是在于 合作机制的减轻减缓 那美国的话 他会在几个部分可以来进来 刚刚我提到了APEC的会议 那当然台湾我们也是代表 那在这里面就会再讨论到 我们的有研讨会或者是技术交流 所以全球其实都在关注这个问题 全球都在寻找一个解方 大陆台湾跟全世界怎么去看 大陆埋害这个扩散的问题呢 黑白相对论我们继续关心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外太空的 武艺咸音 欢迎再次收看 真欢迎